一周一书 永不服输 有书有盈 无怨无悔 请给我七分钟看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我Yang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0年读诗戏计划 第三十次的播出 我们这一周所选的书目叫做 一小时做完一天工作 副标是亚马逊怎么办到的 所以这个书名非常的吸引人 如果一小时就能做完一天的工作 那真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是走藤将之在2016年离开亚马逊之后 将他在亚马逊工作的15年经验 所写成的一本诗 亚马逊是30岁的贝走师 在1994年所创立的网络诗店 基金应该有26年的历史 它的市值在2015年7月 既然超过窝马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零售商 它的股价更在2020年7月1日 飙到每股2878.7美元的历史新高 所以贝走师创办人 他的身价随之积攒到1768亿美元 变成全球首富 贝走师在收购自驾车新创公司 ZOOX 它的旗下也有太空公司叫Blue Origin 这一个Model似乎跟Tesla的马斯克很像 所以被马斯克机尾更屁从 因为马斯克Tesla是自驾车的第一名 然后它又有SpaceX太空公司 几乎想法英雄所见类同 Amazon处次有Toyota的影子 两家公司的共同点是 以顾客满意跟速度为优先 然后用数字来管理并持续改善 简单的道理持续做 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所以我们来看看 到底亚马逊怎么办到 一小时就能够做完别人一天的工作 作者是佐藤匠之 他是曾任职在Segar的Enterprise 他是在200年7月 进入到日本的Amazon 成为创始成员之一 在Amazon工作了15年 他一直在创办人背走私身边学习 他发现这家企业之所以能够维持高速的成长 除了创办人的能力跟魅力以外 还拥有独特的带人的方式 也就是管理方法跟沟通技巧 所以从他身上 我觉得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来学习 第一个时间有限 背走私抱持强烈的时间有限的观念 每当听到有人说一个礼拜之后 会把数字整理出来 他总是会说不能今天就做好嘛 所以Amazon前女员工加快速度 难怪Amazon的速度比想象的快七倍 别人一个礼拜 总背走私就要去一天 第二个是顾客中心的文化 顾客是Amazon最重视的词汇 也就可以说是主路牌或者是北极星 而顾客满意度是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 他们里面自己有一个十四条领导言者的第一条就是 以顾客为链 所以Amazon具有顾客为中心的文化 第三是时间会解决一切 2000年的网路泡沫冲击的Amazon 背走私说想要做真正的创新必然会招来误会 时间会解决一切的 所以2013年背走私预测 零售业AWS数位事业是Amazon的三大自治 哎呦 如今都已经成真 OK 以上这三点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作者有所认识 这本书是2019年7月出版 所以等于是7年 一年的这个书还算是热腾腾的新书 走腾降之是把它在Amazon Japan15年的经验浓收成这本书 内部的操效解决问题 还有效力翻倍的速度加成工作法 这个是Nano的特色 他现在以经营顾问的身份协助企业成长 所以整本书我看了之后 有下面这三个观念可以值得我们活用 第一个瞬间传书 在电商世界 顾客一旦下单 最好东西能够马上变现 这是人的欲望 到后时间从一开始的一周到一天 一小时三十分甚至十分钟 即使是十分钟 你理想也还很远 所以背走私的理想大概是 瞬间传失物质的装置 能够有一套 其实这就是变模式 顾客医药马上变给他的意思 瞬间传书 第二个概念是思维的方式 阿马上的严工已经养成一种死死自行的习惯 这是最好的方法吗 如果有比现状更好的方法 那就改用那种方法 而且先从小范围试做看看 也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后求快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阿马上的特色 第三个是行动方法 阿马上的所有部门都在高次执行PDCA 这个P plan是确实很重要 但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规划 不要用上数个月 要进行C跟A之前 最重要当然要先做D 所以阿马上的所有成员 别人都在以夜为中心的PDCA 他们是在以桌为中心 以上这三点大概就可以知道 原来阿马上是这样做到的 有人形容 阿马上是一家驾着F1跑车 一面奔跑 一面修车 还换引擎班的公司 所以从顾客下单到送达手上 别人需要一天 阿马上只要一小时 当然到底怎么办到的 所以研究的结果 速度 时间 数字 是阿马上的最重要的DNA 把公司的前年大目标 化为每个员工都说的出口的一小时小目标 然后很骄傲的拍胸膛说 一小时做完一天的工作 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阿马上能够维持年成长的20% 成为全球电商霸子的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是我们本周的内容 如果要我容说一句话送给大家 那就是一小时做完一天工作 再见 拜拜 拜拜